公布欄与讨论区 所谓的公布欄和讨论区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东西 但是唯一不一样的地方是公布欄 是会强制所有学生订阅 那老师如果要发布一则公告 你可以新增一个主题 要不要让学生做回应也都可以设定 这边新增一个主题 你需要打阻止讯息 然后如果有附件的话把它加进来 然后贴完 比方说我这边 我打一个公告测试 不要有附件 直接贴进去 有没有看到立刻寄给订阅者 有没有 你可以打勾 那如果没有打勾 你直接贴文 那系统也会在设定的时间内 把信寄到使用者的信箱去 然后 你发表的文章有30分钟 可以修改 那管理者当然可以删除 那你要不要让一般小朋友或者是学生回应 这边你都可以做设定 这是公告 讨论区 讨论区 相同 但是这个讨论区差别在 你可不可以订阅 你看都差不多 直接Po 直接Po 讨论区的东西 就可以让学生自己订阅 他需不需要看这个 那一般 在课程里面 我都会做一个问题 讨论 方便学生 发问 除了课堂上可以问 我们提供另外一个管道 让他去做问题的表达 那在这里呢 老师可以回应 同学之间也可以回应 所以他的问题可以得到 比较多人的协助 这是讨论区的使用